增加肌力之後想要不負胖 飲食就是要均衡 不然大家恢復正常飲食 又開始吹氣球 所以這個炸涼飯非常重要 對 我今天要做的這道是 番茄鍋燒飛魚炸涼飯 我今天用了飛魚 讓大家吃得像飛魚一樣 當然用了這個炸涼飯是16股米 我最愛的 用了一些配料 大量的牛番茄 我用了一個所謂的腊肉 腊的腰內肉 脂肪也比較少一點 用洋蔥下去做 好 首先我先要分兩個步驟來做 第一個我先把處理 這個炸涼飯的部分 一樣在鍋子裡面 我放了一點酪梨油的部分 酪梨油 你有沒有發現 我最近用很多酪梨油 因為我們好像禁太多 所以把它用消化完 對 開玩笑 用酪梨油很不錯 對 第二個我們把這個 臘肉的部分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去把它做一個炒香的動作 其實我在做這道菜 有一點像那種港式的寶載飯 但港式的寶載飯是生米煮成熟飯 鍋燒飯是直接用熟飯下去 煮成鍋巴飯 一樣這個飯跟我們平常煮的方法一樣 還是要乾一點 一樣 其實 因為其實我今天在煮這道飯的時候 我也用高湯 所以我覺得就用這個 一樣就是一杯米 一杯水 這種比例 正常比例下去煮就OK了 對 好 接下來我要把洋蔥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一起做一個拌炒的動作 靜平 我想問你 我們今天提到的主角 就是鄭文燦市長 他不是胖胖的嗎 還不到80公斤 可是他有真正開始在減重 你發現他的飲食 有什麼樣的改變 對 其實我之前看他在吃飯 跟我兩三年前 跟他一起同桌飲食的時候 真的有差很多 比如說他晚上8點以後 他就不吃東西了 現在 目前他自從開始減重之後 然後中午他 就算你看他吃白飯 他的這個碗裡面 一個碗裡面 他的飯量大概只剩下 原來的三分之一 不會像我還會成的滿滿的 像一般男生吃的一碗飯這樣 他大概只有我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然後他早餐他就說他正常吃 然後他說要減少這個澱粉的攝取 所以他的飯會減少 後來晚上的時候 有時候看他應酬 有幾次我們在應酬的時候 一起同桌 我就看他只吃菜 就刻意避開澱粉 這晚上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這樣正不正確 我只是看他 這樣子他說少吃多動 他就減少這樣的一個 飲食和菜的攝取 然後你看他的酒還是有喝 但是減少了 以前他每次人家跟他進酒 他就啤酒啤酒 現在我看他幾乎都拿茶 還是有喝 真的跟以前少很多 茶帶酒就對了 對 因為他說酒也會胖 尤其是啤酒 他是這樣跟我講說酒也會胖 好 所以他基本上還在第一階段 飲食控制占70%的時候 這樣控制應該是對的吧 對 沒什麼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頭重腳輕 早上還是正常吃 然後到了晚上可能就不碰電腹 OK 好 我們現在雷師傅在鍋燒的部分 已經把我們的臘肉 還有這個番茄 然後這個洋蔥的番茄 一起給他做拌炒 另外在這一鍋的部分 其實我們就是把這一個 飛魚葉乾的部分 慢慢的去用這個火 去把它燒 燒至讓它有一點那種酥脆的感覺 接下來我把這個關小火之後 我要把這個雜涼飯 直接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我們現在開始要去做一個調味 首先我們要把這個鹽巴的部分 稍微在這個鍋子裡面 稍微去給它調一下 所以下面先炒一點雞底 然後把飯也放上去 對 不用急著去翻它 不用翻它 不用急著去翻它 因為很多人就會把 就是把這個飯放進去之後 就忙著跟它拚命 就炒一下不用 不用 就讓它慢慢的讓它受熱起來 讓它味道完全竄起來 就OK了 接下來我們把這個黑胡椒的部分 一樣把它撒進去 撒上一點黑胡椒 讓這個黑胡椒在這個鍋子裡面 停留一下之後 讓它香味更足一點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 才要開始來拌這個飯的部分 OK 好 我們一直提到 肌力增加非常重要 所以尤其是對於長輩 你年紀越大 然後你想要減重 其實更重要的是 你肌力一定要存在著 對 像我最近就遇到一位長輩 他出現一個什麼症狀 就是吞的時候會嗆到 對 就是吃東西 容易嗆到氣管 然後後來連喝水都會嗆到 最後因為這樣子住院 為什麼 因為肺部吸入性肺炎 是 那這個怎麼會跟肌掃症有關係 怎麼會有關係 當然我們知道吞咽功能 除了是神經退化也是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喉嚨吞咽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喉管這邊的小肌肉 必須把喉嚨提上來 它那個提上來的肌力不夠的時候 那個蓋不緊 蓋不緊的時候你吞咽的話 就會跑到氣管裡面去 所以我們講肌掃症 有時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吞咽不好居然也是 肌掃症的症狀之一 對 所以這個長輩後來沒有辦法 就只好在胃這邊開一個洞 變成一個胃罩樓這樣子 用從這邊進食 他沒有辦法用擦鼻胃管 因為鼻胃管會影響發聲 一點點影響 講話會有鼻音的感覺 所以後來就選擇胃罩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提醒大家 肌掃症連吞咽都會有影響 而且其實如果肌肉量不夠的話 還會影響心血管 以前人家都說增肌減脂 只是為了要減肥 但是其實如果你的肌肉量夠的話 你還會活得比較久 國外做的研究 他是找了1000多個 45歲的正常人 他追蹤了10年 10年之後他發現 這個1000多個正常人裡面 有四分之一 通通得到心血管疾病了 但是他去分析 這裡面這四分之一 得到心血管疾病的人 其實男生比女生多六倍 所以男生本來就比較命苦 男生比較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 另外他有再去分析 另外一件事情 他把它分成兩組 一個組是肌肉多 一組是肌肉少的 他發現如果肌肉多的那一組人 他會降低 他心血管的機率降低到80% 所以我才說你真的壓 你的肌肉量不只會讓你減肥 還會讓你活得久一點點 太重要了 好 來 雷師傅今天要煮到什麼樣 我們現在煮到這樣子 大概有時候 那種作響就OK了 其實我們在整個水汽上來之後 就不用怕它燒焦 就算燒焦也沒有關係 又有骨發感 對 但是不要讓它有泰焦 泰焦的話整個就是 苦味就會出來就不OK 我要怎麼樣知道說 它在剛好有鍋巴 但是又不會焦 是看水汽嗎 看哪裡 看水汽 如果水汽出來的顏色 不是白色的話 那就要注意了 真的是這樣子 已經燒焦了 對 真的是這樣子 有黑色的 好 我們現在直接把廢魚的部分 我們把它放進在這個上面 這個飯上面 廢魚 我們節目很少提 所以雷師傅說 其實這個季節也可以來吃 但如果你平常買到 比較容易買到的魚類一樣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用青魚 青魚也不錯 對 青魚也不錯 然後用一些像 接下來黑鮪魚 如果口袋夠深的話 對 黑鮪魚其實也不錯 把它放一點黑鮪魚 OK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放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蔥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蔥的部分就大量 大量把它撒進去 蔥花 好 蔥花撒進去之後 還不夠 接下來還有一個蛋的部分 我就直接把它放上去 好 放進去之後 讓它整個這個蛋 再比較中央 中間一點 因為到時候我們要吃的時候 要把它拌一下 一樣在蓋起鍋蓋 大概20秒之後 開大火20秒我們就OK了 然後你到時候 會把它一起拌一拌嗎 這有點像石鍋拌一拌的概念 對 石鍋拌一拌 把它拌得你濃的那種感覺 其實吃起來又很好吃的 好 OK 差不多20秒的時間 好 我們20秒時間到了 OK 打開了 滋滋作響 有沒有看到這個蛋白的部分 這樣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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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感覺 其實這道菜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而且蛋黃你可以把它拌到飯裡頭 更香 這道番茄鍋燒飛魚雜糧飯 將炒香的配料 加入雜糧飯中一同燜燒 再放上煎製酥脆的飛魚塊 香氣十足 營養全面 還能幫助增肌減脂 在這一集裡面 我終於看到靜平笑了 好香 香氣四溢 真的 所以其實減重就是要運動 加上飲食 如果強力的控制飲食 那也做不久 這個就要忍住 像雷師傅做那麼香 如果是一般平常 我這個做完運動完就趕快吃了 會不會效果就打折扣了 對不對 其實很多人 因為剛講到減重一二三期 其實到第三期 大部分其實飲食運動 大概都到達一個模式跟一個程度了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常常都會覺得說 減重很難 但是其實減重過程中的大模王 其實是減重後不腐怕 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現在已經達到 你的理想體重的話 其實我覺得五二飲食法滿推薦的 什麼叫五二飲食法 就是一個禮拜七天 你選擇五天是正常飲食 另外兩天是稍微熱量控制一點 對 其實為什麼 因為說實在的 有時候我們還是會有一些聚餐 有一些應酬 熱量可能會稍微破表 但如果你選擇一天 一個禮拜七天 你選擇兩天 熱量稍微嚴格控制一點 可以去平衡一下一整週的這個腫熱量 好像就不容易複泡了 對 沒錯 所以記得你一二三階段 策略是完全不同的 運動量要隨著你的體重控制拉高 才可以讓體重再降低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貼心健康室 沒有週休二日 你多久健康檢查一次 健康2.0每星期 臉背幫你健康檢查 不傷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從外觀看 底的時候膝蓋看 要稍微下來一點點 膝蓋不好 五大平台 呵護你的健康 下午兩點 我們先GO 晚上七點 我來接手 所有無味蜘蛛的關係 都在健康2.0